想說多位專題 今天要來看大台中 唯一的一個 原住民鄉 何平鄉 何平鄉 我們是這個台中間 民族最大的一個鄉上 這個環圍有夠看 包括整個日常 都在何平裡面 不過媽媽也知道 因為這個中間 說到長期的關係 讓這個何平鄉 請休息 切做一半 相對原住民鄉的 台中間何平鄉 整個鄉都是山區 理想是一片這麼大片 應該說 何平鄉就這樣台中 我這樣一半這麼大 不過人口Q是最少的 所以這種所在 學生後最怕的就是 人看不見 他一定會先把這個 周邊的衛星的城市裡頭的建設 一定會先做 然後原住民這個部分 因為屬於山區 人數又少 可能會處在一種 比較被邊緣化 我們能夠得到的一些資源 是不是可以一樣的 就是針對少數民族來重視 他們的生活品質 能夠成立原住民自治區 從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那邊的建築會 會更直接的 遺住到我們 就是和平鄉這邊 剛才今天這山區的祖宛 不夠以外 這個和平鄉想要的就是 因為這個中間公路 將這個和平鄉 設做一半 在關這山頭前 想要塞車到當雷山的民眾 是白骨的 一天開放三次 大家就只要時間 來定期來等 和平鄉吃一半的意思 就是中間公路 對高官到雷山 雷通國貴向 只能怕便宜 在雷山那裡 也有好平衡的兩位船 去工作幾天就回來這樣子 按照他們的規定時間來吃日 比較方便 不然有規定在那裡 規定在那裡 一座樓也是這麼不方便 這麼不方便 中間要做不做也還不知道 臨命鄉親也只能 在那裡哭哭的等 慢慢走 去這裡看不見 老漢林 柴鳳報道